哈喽大家好,我是带您直达好电影的巫师 枯木女巫,乌鸦蝙蝠,断头尸体,美满少女 今天再来一部蒂姆伯顿指导哥特范十足的魔幻电影 故事从老贵族立下遗嘱的泛黄纸张开始 途经蛮荒野地,灰暗的夜空乍响惊雷 南瓜头稻草人在闪电中猙獰恐怖 飞奔的马车无尽的路,身侧一声奔马四鸣 伴随恐怖之音,钢刀出鞘,车身颠簸人头落地 老贵族慌忙跳车逃入路边奇人高的草丛 猛一回头,前方正耸立着南瓜稻草人 在回身指一刻,他也成了无头之鬼 镜头切到1799年的纽约 年轻的瑞恩是当地的警官,他相信科学办案 反对宗世纪沿用至今的刑讯逼供 我们即将步入新世纪的曙光 而我们的法庭还如此野蛮 法官听后斜思报复 手头郑友装悬案急需甩锅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断头镇 近期发生三宗命案 到了科学办案一显身手的时候 于是被忽悠瘸了的瑞恩踏上前往断头镇的小路 瑞恩相信科学又害怕鬼怪 英俊的外表下藏着胆小怯懦 神秘的断头镇尖顶教堂 风车桥梁 枯枝老树 化不开英语的清雾浑浊 终于到达目的地 村长家正在举办宴会 蒙面少女玩着女巫抓人的游戏 路过的瑞恩正巧被抓到 作为惩罚得到女巫的诅咒之闻 这引起了隔壁男人的嫉妒 原来少女是村长的掌上名租 名叫翠娜 吃醋的男人是她的未婚夫 眼看一场冲突到来被赶来的村长打断 瑞恩自曝身份来意 村长夫人代表断头镇 感谢警官的到来 村长介绍镇上最有影响力的四人 分别是牧师 律师 公正人和治安官 瑞恩手头的暗宗显示 镇上最大的老贵族夜驾马车 父子双双遇难 另外还有位寡妇也在近期允命 三人有着相同的遇害手法 全部为一刀斩首 并且命案发生后 三人的头颅均不知所踪 一定是被无头骑士拿回了地狱 这是当地的一则传说 无头骑士本是一名雇佣兵 他不为钱只为杀戮 他满嘴尖崖 长相凶恶 他一生杀人无数 直到火枪加入战场 他的时代才算终结 逃跑中走进附近的森林 偶遇两名可爱的少女 折木柴的小女孩 一旁从容自若目睹 枭雄陨落 她的尸体也被草草掩埋 在场所有人都认定 这是二十年前死去骑士的回魂复仇 瑞恩听着传说 颤抖着手中的青花词 以表敬意 来自纽约的新时代青年 不相信怪力乱神 结果天亮 又在野外发现了村民老马特的尸体 瑞恩初步测量判断 凶手是骑马状态下的砍杀 现场也找不到老马特的手机 匆匆忙忙的葬礼后 老马特的儿子小牛 自愿成为瑞恩的随从 执意要为父报仇 治安官悄悄告诉瑞恩一个秘密 之前死去的寡妇内有乾坤 于是瑞恩挖开女人的棺木验尸 果然一个寡妇生前已有孕在身 众人的气氛突然宁静 胸有成足的瑞恩 夜晚却遇到了无头骑士 惊吓过度面容有趣 被着火的南瓜袭击当场昏迷 原来是催纳男友的恶作剧 梦中瑞恩回到了童年 那时的母亲也玩着巫女的游戏 偶尔绘制魔法符文 因为她真正的世名巫女 雷语交加让小瑞恩害怕 温柔的母亲用玩具安抚胆小的儿子 而瑞恩的父亲成为母子的梦魇 被惊醒的瑞恩看到楼下的翠娜 这里是少女母亲的故居 每当想念天国的母亲 翠娜便会来此 原来现任的村长夫人 曾是翠娜母亲重病时照料的护工 村长夫女有如今的优渥生活 全因老贵族生前的照顾 当初给了父亲一亩薄田 经多年努力 父亲才换得今日家业 送给瑞恩一本魔法书 欲助男人洞察秋毫 其开得胜 此话也让不信鬼神的瑞恩无法拒绝 好奇男人手上的印记 是他不愿提及的过去 残缘断壁 曾是催纳儿时的故居 那时一家窝居在此还很贫穷 瑞恩看到少女描绘符文 激起他对母亲的思念 拿出随身携带母亲的遗物 博取少女欢欣 温存母爱憧憬 夜晚瑞恩发现 治安官匆匆忙忙离开 半路阻拦想要获取更多的线索 寡妇究竟被谁所杀 肚中孩子的父亲又是谁 还没来得及问清来龙去脉 伴随雷声轰鸣 无头骑士呼啸而来 手起刀落 治安官原地旋转三周半 一命呜呼 无头骑士绕过又一次下云的瑞恩 扬长而去 自从到了断头站 这个回三关拉下线的地方 瑞恩的世界崩塌了 他的所见所闻 不能再用科学解释 甚至是亲眼看到赤裸裸的荒诞 无知感带来了巨大的恐惧 第三次昏迷 回到美好的童年 旋转的母亲让人掩孕 她像天使般漂浮在空中 直到身为牧师的父亲 发现了妻子的符文 中世纪的猎屋运动 正在如火如荼 等待母亲的只有黑暗审判 这也正是瑞恩放弃宗教信仰 改头科学的原因 神经质的瑞恩时而胆小如鼠 时而无所畏惧 她强装镇定 要去森林中寻找无头骑士的埋谷之地 结果只有小牛敢于陪她前往 二人途经古怪的洞穴 瑞恩很讲究的用孩子挡在身前 洞内妖魔般的女人 极地的长发沿住整个脸庞 她将自己的双手束缚 用巫术占卜 告诉瑞恩无头骑士被埋在亡灵树下 得到消息的二人再次上路 不久又遇到了可疑之人 七七落叶 依人回眸 少女赶来只因心乱担忧 瑞恩为之动容 顺势牵手 一触即发被小牛打断 不远处正是任务的目标 王灵树 挖开二十年前骑士的墓穴 果然只有尸骨没有手机 这是雷声大作 树洞贯通阴阳之门 其中钻出无头骑士 一路跟随她回到小镇 翠娜的未婚夫将她一枪击落马下 然而她是魔法生物 她是不死之身 瑞恩也不好袖手旁观 二人前后夹击却也拿她无可奈何 最终队友领了便当 瑞恩身受重伤 她第四次昏倒 不同于之前的美好回忆 儿时瑞恩的父亲对信仰的狂热 残忍将妻子关进了铁厨女 也是那次让瑞恩的双手留下疤痕 翠娜炼制的药剂效果显著 不久瑞恩从梦中醒来 少女的拥抱像母亲般温暖 对于临时队友的惨死 瑞恩很是抱歉 翠娜却说 我为死去的她流泪 可我的心没碎 这是活人欢喜死人忧 尸骨未寒绿油油 收获爱情的瑞恩重整其骨 理论上老贵族父子死亡 受益最大的就是村长一家 她找到公正人 同时也发现老贵族生前留下了遗嘱 居然将财产过继给寡妇 原来老贵族正是寡妇度中孩子的父亲 瑞恩有理由怀疑 是村长控制了无头骑士 用来一一铲除优先的继承者 最终将遗产收入囊中 返回房间翠娜看到了 瑞恩之前写下的推测 少女对情郎怀疑自己的父亲 而恼怒离开 瑞恩被地板上的蜘蛛吓到失态 不想床下居然有一副魔法阵 红色的眼睛像是对瑞恩的诅咒 夜晚瑞恩跟踪可疑的身影 浓雾中只见翠娜的继母与人偷情 第二天翠娜烧毁了老贵族的遗嘱 更为瑞恩认定自己按下诅咒而伤心 物也非人也非 往事不可追 村长组织全民夜晚教堂开会 集合前看到无头骑士奔着妻子而去 前面是涌向教堂的民众 身后是尾随杀到的魔鬼 教堂的神圣驱散了邪恶的入侵 四人的心刚落尽肚里 却又为私吞遗产的罪责互相推诿 进而拼得你死我活 村民合力对教堂外游走的骑士乱枪齐发 他却毫发无伤 隔着围栏用木桩干掉了村长 顺势脱拽带走他的首级 女儿看到父亲的死哀痛欲绝 随着教堂中几人同归于尽 地面留下脆纳的诅咒 断头镇的案件算是告破 瑞恩不忍将翠娜绳枝一发 心碎的她烧毁了自制的科学笔记 保留了翠娜相赠的那本魔法咒语 与小牛告别踏上了回纽约的马车 路过翠娜继母的尸体 母亲的遗物让她醍醐灌顶 翻开咒语书 原来魔法阵是保护所爱的人 免受邪灵的伤害 爱人不告而别 翠娜的心终于碎了 瑞恩赶忙掉头回来 翻看继母的尸体 果然那个尺寸并非本人 原来继母才是母后黑手 她剪下翠娜的头发 命令断头骑士杀掉少女 亡灵树再次大门敞开 骑士提着丽府呼啸而来 继母之前装死 为了引瑞恩离开 二十年前她与母亲 住在翠娜儿时的断壁残垣 直到母亲巫女的身份 被老贵族发现并杀害 失去母亲只有姐姐与她相依为命 某天遇到逃跑的骑士 略是小记便看她殒命 之后用巫术令其复活 随着时间长大 之后更成为了翠娜母亲的护工 暗中害死主母成功上位 同时还杀害了自己的亲姐姐 因为她曾帮助过瑞恩 在她的眼中除了复仇 只有财富能让她平静 而杀掉翠娜 她将是整个断头阵最终的受益人 瑞恩及时赶到三人要面对骑士的追杀 用计火烧无奈她有不死之身 驾驶马车一路逃跑 最终回到了亡灵树下 为了剧情需要 祭母出现在此枪杀瑞恩 可她不知道瑞恩接受过祝福咒文 一时的大意反被身后偷袭 瑞恩用骑士的头骨换她刀下留人 二十年后她终于找回了头颅 血肉开始疯涨 她无视身边的人类 只在意曾经折木柴的小女孩 骑士对杀戮的狂热 与这个女人的恶毒 她俩是天造之河 奏出世上最优美的黑暗乐章 骑士宣告胜利 生活幸福来临 红尘相伴 一起共走天涯 剩下一只露在泥土外面留恋人间的手 瑞恩也随之第五次晕倒 等被催纳的一个吻潮行 他们已从偏僻阴森的断头骨 转到了热闹文明的纽约市 瑞恩不仅收获了爱情美人 更是收获了余生想不完的财富 继母小时候的绅士甚是可怜 活在一个单亲的家庭 没有父亲缺乏安全感 于是她梦想父爱 以及寻求男人的保护 而这个男人正是被她操控的无头其事 瑞恩所谓信仰科学 实质上是一种自我欺骗 她信奉的是母爱 信仰只不过是她思念母亲的外在投射 改与科学作为信仰 实质上是为了反抗父亲的神学权威 乳房作为母亲的象征 她还是一条深深的让人怀念的纽带 成为瑞恩梦境中的母亲 与现实中翠娜的链接 她被翠娜吸引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她身上有着母亲的影子 翠娜也会巫术而且勇敢善良 总是保护着瑞恩 科学与宗教 好比同一片天空的白天与黑夜 光明要绚丽缤纷 黑暗要魅惑神秘 最终走到一起 也只有在童话里才能圆满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巫师姐说带影评 各姐看完停一停 万水千山总是晴 点个关注行不行 不胜感激 我们明天见